大家好,週末好 我又上來go live 因為剛剛停了一下,我不知道有沒有錄到 為什麼最近一直上來go live 是因為 其實我腦袋一直有源源不絕的靈感跟想法 然後因為我在兩週會要開學 其實我的事情排得滿滿的 然後所以我想說趁現在 有空的時候就是其實我本來就是很喜歡運用零碎時間做事情的人 所以我就想說我有零碎時間 然後我就多思考一些事情 然後我是真的其實一直思考 然後一直在思作的人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其實從 從台灣回來之後我一直在想什麼 就是我在嘗試新的東西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學生 然後你知道學生在美國其實是 每個學期要付很多學費的 然後呢 所以 然後我又是一個很喜歡 玩創意的人 所以其實呢 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怎麼把我的 在這個business的成本降低 所謂的成本不只是 實際上資金成本 還有就是時間 時間跟資金成本都是一直我在想的事情這樣子 好 那 第一個是 其實我很感謝我的coach 因為這是回台灣跟他討論的一些東西 然後給了我很多源源不絕的靈感 這樣 所以 然後我也開始就是 跳脫出 就是自己的框架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那 因為以前呢 就是你知道你剛成為這個事業的擁有者 然後你光是去follow那個 訓練網站 可能就會花你一些時間 然後我會覺得說 好 我要就是先好好的照著sysm的東西去做 然後去 去嘗試一下 原本別人已經走過的路是怎麼樣的 然後但是呢 我現在越來越喜歡 就是 跳脫出 原本的 自己的框架 然後去做不同的事情 然後其實昨天 昨天晚上 就是有跟日本團隊的夥伴 就是分享 然後其實 因為 團隊間交流 然後我其實有更多的 想法出現 這樣子 好 然後這次回來之後啊 其實我 嘗試了新的廣告 那 對我來說 我不是一個喜歡去 廣告費對我來說 我不是一個喜歡去 用 撒網的方式去 就是撒很大的廣告的budget 不是 我相信 對所有的小資族來說 我們都是喜歡 就是 把最小的成本 發揮最大的效益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的 一來是因為我實際上 我是學生 然後我還是要把我學生的本業顧好 然後二來是 我真的要花很多錢去繳學費 所以 其實我是把我自己生活的priority排出來 然後 我才能夠去 就是有多餘的資金可以跑廣告這樣子 所以呢 我自己是很喜歡 就是 去摸索新的事情 就像我昨天分享的 其實 我以前在嘗試新的事業時候 我本來就已經很喜歡 怎麼樣學習在 自己已經在 遇到瓶頸的時候 然後去 嘗試 就是探索新的事物 然後去 去發現新的可能 好 忘了 突然忘了分享一下 就是昨天有觀眾問我說我從哪裡來 什麼什麼的 我是台灣人 然後 我是三年前來美國的 我現在在Houston 對然後 未來不知道會搬去哪裡 我也不清楚 反正我就是一個 有時候蠻跳動的人 對 但現實中 現實目前有一些事情要去處理啦 好然後呢 我昨天要分享的是 昨天分享到最後有談到立即嘛 就是 每個事業的立即 產品的立即 服務的立即是什麼 那這個事業呢 其實昨天要補充的是 其實這個事業非常非常非常的彈性 你要怎麼去經營它 你要怎麼去玩它 其實都有你自己的 自己的一個方法 就是 應該說 系統已經準備好架構了 可是你還是有你自己的 創意 跟你自己的 建造System的方式 去讓你這整個 在經營一個事業的時候 是有個人的 就是系統化的一個流程 我自己是有的 當我 隨著 客戶越來越多 或者是我的夥伴越來越多 我有我自己的系統化的流程 但是呢 我要怎麼把 對外的 就是 我的廣告 就是越來越 對我來說 我要花更少的 時間 在那邊 然後我沒有談到說 從 這禮拜就是 第一個 分享說 先建立一個概念是 我們是 創業家 所以其實 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處理 然後我還有我現實生活中的事情要處理 所以變成是 我怎麼樣 我花出去的廣告 等於是我買時間 那如果我買的時間不夠有效率的話 那對我來說它是沒有效益的 我覺得就是成本這個考量是非常實際 然後非常要去 對我來說是要去 好好計算的 對 好 所以 換句話說 如果你買的廣告是沒有效的 那你就是要去找出它為什麼沒有效 然後如果說 那你想要透過其他的方法去玩的話 那就是花你的時間 所以 很多人說 我要花廣告費 但是如果你的廣告費可以幫你節省大把的時間 其實它是很值得投資的 就是說每個人在這個事業他的處境不一樣 但是你可以去學習 怎麼樣去 在你的處境 然後跟這個系統提供的資源 發揮最大的效益 所以基本上 一這個其實這個事業是非常彈性的 你要做線上或者是線下的銷售 基本上其實都是可以的 它是非常彈性的 等你大家 那來看完講座 然後真的進入到評估的程序 再來跟我聊 你就會 就是會 跟我就是激盪出更多的火花這樣子 其實我 作為一個教練的角色 其實我會跟你分享蠻多事情的 好 然後 然後 所以我要說的是 有幾個層面 就是自己的系統化流程 然後配合這個 系統的運作 怎麼樣去發揮最大的效益 然後再來就是 玩廣告 玩創意 然後 可能很多人沒有想過說 自己有可能會做廣告 其實啊 做廣告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這個做廣告就是 嗯 就是從 從你建立個人的品牌開始 然後 你的 建立的這個個人的形象 怎麼樣去 可以跟更多人有產生互動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然後也就是說 然後昨天其實 在 分享的時候 我想到一件事情是 其實網路世界 就是 它總是有你學不完的事情 然後總是有新的東西 會出來 然後總是有你可以去探索的新事物 所以呢 其實我自己也一直在這個 是事業資源之外的東西 去嘗試新的東西 然後去探索新的東西 然後所以 所謂的網路的流量是 你一直可以去探索 然後你可以從這當中去 挖寶的 對 去挖寶 然後去 從這個網路流量當中 去找到 去吸引到 就是真的 對於這個資源 也有它的需求 然後也有它就是想要去做的事情的 夥伴 對然後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 我覺得在網路世界已經就是一個 不用設限的一個 沒有 就是永遠都會有新的可能的一個 一個 很大的一個資源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非常 喜歡這個事業 就是 它已經有建構好的系統 可以讓我去 跟隨 那同時 我也可以 藉由 就是 這整個 網路資源去 就是去探索 然後一直去摸索出新的東西 所以 這些東西 我所花的 時間成本好了 我的資金成本好了 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 非常的 有 就是 那我每天都有 很 就是 很 非常的 就是 excited 然後可以學新的東西 然後有 新的東西可以發現 然後我一直可以發現新的東西 再去探索 就是去 做實驗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我今天分享的就是 這個事業基本上 它的 它的利基就是你自己 就是 你要建造你個人的品牌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不用擔心 利基市場 然後 網路世界真的給了你 很大很大的一個 發揮空間 所以 永遠不要為自己 設限 那基本上 這個事業又是一個 線上跟線下 其實都可以進行的一個事業 所以你的 你的 其實世界 你的視野是可以 很大很大很大的 然後我也最近在玩新的東西 然後呢 我這幾天其實很興奮說 我在測試的東西 有效耶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又發現了新的事物這樣子 所以 就是 一直找到新的靈感 讓你去發揮 然後去 嘗試新的可能 永遠不要為自己 就是 設下任何的限制 對 好 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可以在 就是 影片下方 就是跟我留言互動 或者是 PM 我也可以 好 拜拜